直策團歡迎樂隊ROVER Hello 大家好 你們是ROVER 我們是ROVER 給你們一個機會介紹 上次2月底的時候 戰戰兢兢也很興奮 帶了秒速8公里加入樂壇 看到很多不同的媒體 這幾個月除了籌備這次的第二首歌曲之外 有什麼經驗值或者興奮的心情 都繼續在這幾個月流動著呢 各位說一下 其實這幾個月以來 除了製作自己的歌曲 因為我們之後也在籌備我們的第三首歌 我們也想了很多題材 準備我們的歌曲的時候 我們也練習了很多不同的歌曲 這幾個月其實也很辛苦 小搶 是不是 要拍很多節目 每天都是對著這三位兄弟 對著你更多於家人 對著你更多於家人 你們是一家人 怎麼會厭呢 有時候要休息一下 對 希俊呢 我不覺得辛苦 是嗎 是嗎 很享受 當然 因為我們會忍你 嘩 來啊來啊來啊 不是說笑而已 你忍我一點嗎 一條問題試到你 我們忍你還是 不是 因為你最不辛苦 嘩 不不不不不 那我就覺得其實大家的默契都更加昇華了 對啊 你就是想問一下 剛剛看到就知道了 所以希望我們的關係會繼續這麼好 好嗎大家 好啊 哦 希俊是請求大家 我們能不能關係感情混 好嗎 哈哈 先說說我自己 那我自己其實 最近呢 希望自己的身形好一點 所以我都很勤力地追上阿亨仔的進度 哇 不要不要 你追上我的肚腩的進度 哈哈 有點肥 其實是否要節食 或者做健身才可以有好一點的體能 或者考步啊 真的要 我平時就每天一百下獎上壓 哦 走不掉 基本啦 是 但有沒有那麼多時間 還有精神嗎 其實可能很累 我們可能是夾了一陣病 然後我就會突然走到一陣 不是啊 他趁我們在夾了一些歌曲底的時候 他自己走去 自己走去做 好啦啦 好啦啦 剛才Jason所說 原來有空的就是這樣 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不是沒有空 我也很努力的 那他也很努力的 是的 多謝 下一個 下一位 自動Q 那我就覺得 這幾個月我們出道之後 就一直準備了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 譬如是Eric的 在很大場地那裏 作品展 沒錯 我們很難得是 剛剛出道就有很多不同的表演機會 大型的也好 小型的也好 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算是新樂隊 需要很多這些舞台經驗去鍛鍊一下自己的台風也好 或者是一些實力上面的東西也好 真的難得 真的難得 還有昨天的表演 可能只會再分享 真的很難得 還有我自己在這幾個月 真的有溫習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歌 因為我本身是 可能會運輸這類型的歌曲 比較少彈和聽 所以我這幾個月也做了很多功課 譬如彈一些 他還有努力保持健康 他還有一天吃一餐 之後就不吃 只有港幣 但那餐是放題 但那餐是他吃三個飯盒 你放在兜 你不要自己放出來 你看我都不能騙人 你看我 你自己騙出來 可能要吃東西 酸壓了 要吃東西 剛才亨仔所提及到 昨天晚上這個演出 就是告別狗箭的表演 在狗箭的大堂 Rover唱了整晚 這是怎樣安排 無端端在公司說 不如我們在狗箭做最後一個表演 你想說 這個表演 其實這個表演 本身我們應該是六月頭 左右知道有這場表演 因為當時我們知道 狗箭將會遷冊 然後就說 三十號會填 但我們本身安排的時候 應該是三十號的 早上 中午 周十二點 本來是當日做的 但我們就說 其實那感覺好像不太好 不如我們就來去二十七號 有晚上 因為有很多舞台上的設計 如果是燈光 在日頭未必能做到那麼好 那時候可能會退前一點 由早上玩到晚 那時候會比較辛苦 那時候歌單是有設計過的 就是因為玩了很多不同前輩的歌 還有很多不同樂隊的歌 可能在九戰表演過 所以在這個演出也是設計 特別是林兵蓮的前輩 是一個在StarHawk開場的人 所以也選了那首歌 還有玩了很多Rover的歌 只有兩首 只有兩首 壓軸地玩 壓軸出場 應該要預演新歌 在九戰那裏留多一首新歌 之後就在發布 九戰這個地方好像辦公室一樣 也用了很多心機和精神 留下很多汗與淚 對於各人來說 是否有相同感受 有啊 我是留下很多汗水 包括昨天也留下很多汗 我想我最難忘的都是 《造星》 《造星》的時候 一大清早就去登場 沒有身邊幾位兄弟那麼幸福 可以收到面試通知 可以直接進去商場 是你不幸運的 喂喂喂喂喂喂喂 他這樣的經歷更難得 得到這個機會 喂喂喂喂 對呀 那我就覺得 那時候 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 Walk in的經歷是很深 所以一年之間 一年之間就可以 變了Rover 和四位兄弟這樣夾給我 我覺得最難忘是這件事 其他成員都是我 我最深刻的是 昨天是 《狗戰告別》的那一場 在中庭 是 很想在這裏搞一次 因為 當時 進來面試的時候 《全民造星》的時候 都是走到中庭 不知道去哪一層 看來看去 所以在那裏的感受其實很大 所以 昨天竟然可以在那裏做一次 在這裏表演給我交代自己 和可以送別救戰都很圓滿 看見幾層都站滿了粉絲 觀眾 原來那個位置開場也挺爽的 其實是 我們昨天開完之後 都覺得挺特別 如果那個地方 本身可以保持著 開場也挺好 因為它是 怎麼說 有很不同的 觀賞的體驗 平時我們看場可能就是一個平地 大家可能坐下或者站在那裏 但是 昨天那個地方 有不同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在不同的角度 看到我們表演 其實覺得也不錯 而且距離更近 沒有 對 搭電話也能看到 對 所以你們很大感受 唱完之後都忍不住 抱一抱一抱 對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真的 你說一下 為什麼這個位置要這樣 那一刻 因為 我覺得 我們四個都 好像這個月比較辛苦 終於有一個交代給我們自己 還有一個交代給公司 還有一個交代給公司 還有經理人 那我也想 那時候看到螢幕寫著 保重 還有多謝每一位來到的各位 然後我就 播著秒速8公里的時候 我就突然之間很想 抱著他們 然後我就突然之間 抱著 阿Kim和 Jason 然後湧在一起 然後我說 辛苦大家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只有兩隻手 我沒有三隻手 那為什麼不可以是我和阿強呢 然後我就忍不住 就跟大家說了 真的辛苦大家了 然後我就哭到Vivet 然後我看著亨仔又哭 然後大家一起哭 然後很感動 我記得是笑著哭的 還有我們的淵源也很特別 我們也是在九戰開始 然後也是在九戰完結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一起送給九戰 是 這個感覺 這個整個完整的表演 聽說星期日就會報給大家看 就是要留意著 有很多的情緒 甚至在這個地方開始 步一步走來 剛才希俊所說 可能今月比較辛苦 因為有新歌要宣傳 或者要玩Live 就是要進入第二首拍台作品 今天有Rover的第二首拍台作品 所謂的作曲部分和編曲部分 都有Rover 填詞找到梁柏堅的 監製有Edward Chan Edward Line 和鄺子喬 不是每件事都說可以回頭 與其破壞 與其放肆去瘋的話 不如盡力去彌補 還剩下的所有事物 今天有Rover的會運術 我也想知道 這首歌你們終於學會編曲了 我一向懂的 但這次有機會 你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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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否Alway說 不如你嘗試編曲吧 其實 你說吧 其實不是 因為這首歌 多了很多電子元素 可能希俊和Jason 會特別喜歡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也想自己 加多這些元素 做下去 而且是因為 如果說秒速的話 可能比較大部分 其實我們本身有很基本的 一個底 然後再交給專業的前輩 幫我們去編曲 那就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做法 但這首我們也想挑戰一下自己 如果我們四個人自己 下手下腳 組成一首歌 是一個怎樣的感受 所以我們才有 這次的編曲 這個嘗試 跟著的時序 應該是秒速之後 才開工做這首歌 那你們作的時候 或者收到什麼指引 這次要作什麼類型 要行一些 或是唱歌 或是唱歌 收到什麼指示 不如第二首歌 去做什麼 沒有 其實沒有 任你們的 你們是A&R 即是我們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談過 一致認為 想要行一些 樂隊 這些都是組成樂隊 或是樂隊一定想要玩的 加電 樂隊 很像Lincoln Park 那種感覺 去到真的要開工 你們創作如何 這次的歌 什麼題目 題材 是誰先起題 通常是吉他鼓 還是誰 我記得 我記得我們有個 整個 譬如說 在我們樂隊房 剛剛落成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只有一張椅子 坐在吉的地方 很Raw的彈 彈了一段Riff 這樣就落實了 現在大致上 九成的旋律 其實那些Cord底 都是差別的 所以是一個很Raw的狀態 裡面發生 那個DEMO應該帶上來 對 那個DEMO 只是用手機錄下 有入電腦的 但也有點難聽 但現在這個製成品 已經很出門 很出門 過程是怎樣 再慢慢刁削這首歌的時候 過程其實就是 好像剛才亨仔這樣說 就是我們有了Cord的 調整之後 通常我會集齊 現在有的東西 然後我再用電腦 再加更多不同的 譬如譬如程式 我跟希盡 會負責這方面比較多 我們可能比較多的想法 希盡也有找到 我們一位朋友 Quanty 都是負責一起去編 這個program的部分 所以其實 都是先有一個 基本的底線 然後再看看 這個位置可能加些什麼好些 這個位置怎樣再改好些 一步一步去砌 加加減減這方面 其實都要很講究 不要太多太吵 加上四把聲音也要錄下去 希盡你自己怎樣去跟Quanty合作 不如怎樣加減減 令這首歌更加完整 其實我跟Quanty的合作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在《造星》比賽都合過 其實只要我 我們做那件事很快 可能我要一個點的intro 我們這次的intro 我們其實是想做一些未來感 我可能叫他加不同的聲音 然後有些調整 我又會下手做 所以Quanty是我們 Rover也很重要的一位兄弟 所以希望之後的歌 也會有他一起參與 完成了整個編曲 然後再交給監製 然後再交給最後一段 Edward有什麼反應給你們 Edward其實都給了很多意見 他可能覺得太多的東西會減 所以其實我們很想拿到一個 比較重心的 主流的 想拿到一個平衡的 所以我們在這首歌也 都下了幾大心機 還有Edward有很 唱法 對 唱法那方面也幫了我們很多 還有主題 其實想說一下主題 因為主題其實我們本身是 是打算說欺凌 然後Edward就覺得欺凌好像太窄 太窄 所以就覺得 不如說一下我們 最真實的感受 他叫我們不要管什麼 但我們就是覺得 可能 都是大家會覺得 那些人很懂得批評 但不懂得把描述出來 所以就很想帶出這件事 其實是大方向 希望可以一般的觀眾 或者其他歌手 或者藝人看到也有些共鳴 帶著這個意思 和梁柏堅在溝通 是的